在泰国有这么一只小巷 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去找这个小女孩 每次见到女孩的那一刻 她都表现得很热情 很激动 如果找不到女孩 她就会很着急 有时候还会直接呼喊 声音非常的大 可见她有多想见那个女孩 一旦找到她 她就会像个孩子一样 跟跑到女孩的身边 然后就伴随在她的左右 不想离开她 女孩本来要拉着板车的 小巷不想女孩做体力活 就用身体放在前面 不让女孩拖车 她还用鼻子触碰女孩的额头 像是在和女孩表达什么 一心想做点事的小巷 就是不想让女孩太累了 执意要阻拦女孩拖板车 女孩很无奈 只能和她玩起了转圈圈 胳膊扭不过大腿 女孩很无奈 最后只能让妈妈